穿穿部落傳統編織服飾 戴上花圈 跟著當地居民 開心的載歌載舞 世界園民旅遊高峰會 分成平南部落歷史之旅 山水部落生態之旅 花冬文化之旅 三種遊城 帶旅客看見園民文化之美 有機會來到這邊 真的是非常非常難得 我知道很多文化 很多美景 很多我知道很多美食 真的非常難得 邀請來自27個國家地區 600多名產官學界代表參加 滿滿的精彩行程 包含部落巡禮 DIY手作體驗 肚子餓了還能大快朵 一炭火現烤的 原民風味山豬肉 文化有氣的理由 真的很重要 那另外一個是 因為世界各地的 這個遊城裡面 生態的理由 都在原住民族地區 所以在生態理由裡面 怎麼樣不破壞生態 認識生態 也認識當地原住民的文化 這是我們這次很重要的 世界旅遊高峰 會達成的兩個共識 實際走訪熱情的當地人 帶你體驗道地的生活 外國旅客透過遊城 能帶回去的不只是紀念品 也希望透過口耳相傳的好評 讓台灣在國際間展露頭照 三星文台東送報道